看起來很奇怪 全世界沒有一個師弟 真像有高美師弟 才能夠容易吃斤 不然是有路牌 接下來 政府還有一個腳踏車的車道 讓你能在那些地方 爛爛舌 說起來也是很奇怪 這裡不是野生動物保護屈首 怎麼會的 車啦 什麼腳踏車啦 耍你還做那種 驚死人的風力發電 那這裡如果背起 那不是 咬咬 漂亮 那是 高美師弟大概有七百幾公斤 那麼有其中不一樣的氣息地形 最重要的是 這裡有一種很丁秀的植物叫做雲林管草 既然是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 所以呢 最好是不要來幫他搭照啦 不過因為 高美師弟 它的風景非常漂亮 所以油客非常多 另外呢 因為它是東北幾公斤 出了非常強烈的地方 所以呢 哇 又變成風力發電廠 你會看這幾片 都是這個雲林管草 聽說是北半球 有緯度最改革的生長地 其實你看 這交通也不太方便 所以 來的人就越來越多 啊越多人來 當然大來的午餐 就越多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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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說完全不可以來啦 但是就是有人來到這裡 他就要在裡面 幫他打打的 死去幫他摸摸的 唉 這樣就破壞生態啦 所以生態 跟這個旅遊 到底是要怎麼平衡呢 傷腦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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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